第61集 英国人最不喜欢和旁人谈家事 伊姆斯本来不想告诉老马 他为什么要写书 可是看老马迟疑的样子 不得不略略地说几句 我告诉你朋友 我非干点事不可 你看伊太太还做伦敦传教工会 中国部的秘书 保罗在银行里 凯瑟琳在女青年会做事 他们全挣钱 就是我一个人闲着没事 虽然我一年有120磅的养老金 到底我是不愿意闲着 伊姆斯又推了推眼镜 心里有点后悔 把家事告诉老马 老马心了说 这儿女都挣钱 老头子还非去受累不可 真不明白鬼子的心 是怎么长着的 伊姆斯接着说 我唯一的希望是德国大学的中文教授 可是我要先写本书 造点名誉 你看伦敦大学的中文部 现在没有教授 因为他们找不到会写 会说中国话的人 我呢 说话满城 就是差写点东西证明我的知识 我60岁了 至少我还可以做五六年的事 是不是 是 对极了 我情愿帮助你 马先生设法把自己写书的那一层推出去 你看 你若是当了中文教授 多替中国说几句好话多好啊 马老先生以为中文教授的职务 是专替中国人说好话的 伊姆斯笑了笑 两个人都半天没说话 我说 马先生 就这么办了 彼此帮忙 伊姆斯先说话了 你要是不叫我帮助你 我也就不求你了 你知道 英国人的办法是八两半斤 谁也不要吃亏的 我不能白求你 那你叫我写东西文化 真 叫我打哪写起呢 不必一定是这个题目啊 什么都行 连小说笑话都成 你看 中国人很少用英文写书的 你的书 不管好不好 因为是中国人写的 就可以多卖 那 我也不能乱写 给中国人丢脸呀 哦 伊姆斯的嘴半天没闭上 他真没想到 老马会说出这么一句来 老马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楚 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没到过中国的英国人 看中国人是阴险狡诈 长着个讨人闲的黄脸 到过中国的英国人 看中国人是脏 臭 糊涂的傻蛋 伊姆斯始终没看得起马先生 他叫老马写书 纯是为了叫老马帮他的忙 他知道老马是傻蛋 傻蛋自然不会写书 可是不双方定好彼此互助 伊姆斯的良心上不好过 因为英国人的公平交易 是至少要在形式上表现出来的 伊姆斯和别的英国人一样 爱中国的老人 因为中国的老人一向不说国家两个字 他不爱或者说是恨中国的青年 因为中国的青年们 虽然和老人们一样的糊涂 可是国家中国 这两个字老挂在嘴边上 自然空说是没有用的 可是老这么说就是可恨 他真没想到老马会说 给中国人丢脸 马老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楚 怎么想起这么一句来 马先生 伊姆斯愣了半天才说 你想想再说 好在咱们不是非今天决定不可 马威呢 他念什么呢 不习英文 大概是想念商业 马老先生回答 我叫他念政治 回国后好做个官什么的 来头大点 可是孩子性子宁 非学商也不可 哎 我也不管了 这小孩子没个母亲 老是无招无靠的 近来很瘦 也不是怎么了 小孩子心眼中 我也不好深问他 哎 随他去吧 反正啊 他要什么 我给他钱 谁叫咱是他老子呢 没办法 没办法 马老先生说得十分感慨 眼睛看着顶棚 免得叫眼泪落下来 心里很希望 他这么一说 伊姆斯或者给他做媒 说个亲什么的 比方说吧 给说温都太太 自然了 娶个二婚的寡妇 不十分体面 可是娶个外国寡妇 或者不至于犯欺煞 克服主 他叹了口气 再说了 伊姆斯要是肯给他做媒 这总是替他做点事 不是把那个做文化比较的事 可以插过去了吗 你替我做媒 我帮你念中国书 不是正和你们养鬼子的 两不吃亏的办法吗 他偷偷看了伊姆斯一眼 伊姆斯叼着烟袋 没言言 又做了半天 伊姆斯站起来了 马先生 礼拜天在 柏雷牧师那里见吧 叫马威也去才好 少年人总得有个信仰 总得 你看保罗 礼拜天准上三次教会 礼拜天见 哦 是是是 马老先生看出 伊姆斯是以下逐客令 心中十二分不高兴地站起来 啊 礼拜天见 伊姆斯把他送到门口 嘿 这算是朋友 马老先生站在街上 低声地骂着 不等客人走 就站起来 礼拜天见 礼拜天见 你看着 马大人要上教会去才怪呢 砰砰 咱啦 一辆汽车 擦着马先生的鼻子 飞过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 评论 分享哦 温都母女歇下去了 都戴着新帽子 玛丽的帽姑上 绣着中国字 是马老先生写的 他母亲给绣的 戴上这个绣着中国字的帽子 玛丽高兴得半点钟没有闭上嘴 又半点钟没离开镜子 帽子一样的很多 可是绣中国字的总算新奇独分 要是在海岸上 要是在海岸上戴着这么个新奇的帽子得叫多少姑娘太太羡慕得落泪或者甚至于晕过去 连温都太太太也高兴得很 女儿的帽子一定惹起一种革命叫帽子革命吧 女儿的照片一定要登在报纸上那得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和信爱 马先生 马丽临走的时候来找马先生 看 他左手拎着小裙子 叫裙子褶像扇面似的扑展开 脖子向左一歪 右手伸出去 然后用手腕轻轻往回一撤 同时肩膀微微一耸 嘴唇一动 看 哈哈 好极了 美极了 温都姑娘 马老先生向他一伸大拇指头 马丽听老马一夸奖 两手忽然往身后一并 一仰脑袋 吸的一笑 一溜烟似的跑了 其实啊 马老先生只把话说了半截 他写的那个美字 温都太太秀好之后 给盯到了 看着好像大王八三个字 大字还拿着大鼎呢 马老先生笑开了 从到英国还没有这么痛快的笑过一回呢 哈哈哈哈 真可笑 外国妇女们脑袋上顶着个大王八 大字还拿着大鼎呢 哈哈哈哈 可笑 可笑啊 一边笑 一边摇头 把笑出来的眼泪全抡出去老远 笑了老半天 马老先生慢慢的往楼下走 打算送他们到车站 下了楼 他们母女正在门口等汽车 头一样东西到他眼睛里就是那个大王八 他咬着牙 耿着脖子 把脸都憋红了 还好 没笑出来 再见 马先生 母女一起说 温都太太还补了一句 好好的 别淘气 出去的时候 千万把后门锁好 汽车来了 拿破仑第一个窜上去 马先生哼唧着说了声 再见 好好的歇几天 汽车走了 他关上门 又笑开了 笑得有点筋疲力尽了 马先生到后院去浇了一回花 一个多礼拜没下雨了 花印特别是贵竹香的 有点发黄 他轻轻的把黄透的全掐了下来 旧手把玫瑰放的蕴条子也打了打 想情的蓝天一点分也没有 远处的车一个劲的响 马老先生看着一朵玫瑰花 听到远处的车声 这心里头说不出来的有点难过 勉强想着玛丽的帽子 也不是怎么回事 笑不出来了 抬头看了看蓝天 亮 远 无限的远 还有点惨淡 哎哟 这几时才能回国呢 他自己问自己 那就这么死在伦敦吗 不 不能 等马威毕业了就回国 把哥哥的灵也运回去 想起哥哥 他有心要上坟去看看 可是一个人又懒得去 看着蓝天 心由空中飞到哥哥的坟上去了 那块灰色的石碑 那个散落的花圈 连那个小胖老太太 全活现在眼前了 哎 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马老先生轻轻摇头念叨着 嘿 石碑 连石碑再待几年也得坏呀 世界上没有长生的东西 有些洋鬼子说连太阳将来都要死的 这可是活着说回来也不错 嘿 那要自然看怎么活着了 比如做高官想后路 妻妾一群 儿女又肥又胖 差不多了 值得活着了 马先生一向由消极想到积极 而后又由积极而中庸 那就是说好歹活着吧 混吧 混过一天有一天 心中好似 他差点没哼出几句嬉皮快板来 这么好歹活着便是中国半生不死的一个原因 自然老马不会想到这里 完全消极甚至于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 完全积极 至少叫国家抖一抖精神 叫生命多几分乐趣 可是就怕 就怕像老马 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消极 又懒得振起精神干事 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见最没出息的态度 是人类的羞耻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 63集 马老先生想了半天 没想出什么高明的主意来 赌气子不响了 回到书房擦了一回桌椅抽了一袋烟 本想坐来念点书 可是向来没有念书的习惯 一拿起书来觉得怪可笑的 算了吧 到楼下瞧瞧去 各处门都关好了吗 他对自己说 什么话呢 人家走了咱再不精心还成 温都太太并没有把屋子全锁上 因为怕万一失了火 门锁了不好办 马先生看了看客厅 然后向楼下走去 到厨房 连温都太太的卧室都看了一会儿 向来没进过他的房子 这次进去 心里还有点发虚 他提手捏脚的走 好像恐怕叫人看见 虽然明知道屋里并没有人 进去以后 闻着屋里淡淡的香粉味 心里不由的一阵发酸 他站在镜子前边 呆呆的立着 站了半天又要走 又舍不得动 要想温都寡妇吧 又不愿意想 要想过去的妻子呢 又渺茫的想不清楚 他不知不觉的出来了 心里迷迷糊糊的 好像吃午饭睡觉时做的那个梦 似乎是想着点什么 又似乎模糊一片 一点脚步声也没有 他到了玛丽卧房的门口 门开着 正看见他的小铁床 床前跪着一个人 头在床上 脖子一动一动的 好像在低声的哭呢 他走进了一看 是玛威 玛威 老马先生一时僵在那儿了 心中完全像空了一会儿 然后不禁不由的 低声叫了声 玛威 玛威冷骨丁站起来 脸上有耳朵根红起 一直红到脑门 父子俩站在那儿 谁也没说什么 玛威低着头 把眼泪擦干 玛老先生抹着小胡子 手指抖 这玛老先生 老以为玛威 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每逢想起玛威 他联想到 那个媒娘的小孩 看见玛威瘦了一点 他以为是不爱吃英国饭的缘故 看见玛威皱着眉 他以为是小孩子心里不合适 也始终没有想到 玛威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 更根本想不到 这小孩子会和 这老马先生想不到相当的字眼 来表示这种男女的关系 想了半天 到底还是用了老话 哎哟 想不到这么年轻 就闹喜一份 他不忍得责怪玛威 就这么一个儿子 又没有娘 没有这样的狠心去说他 他又不好不说点什么 做父亲的看见儿子在个大姑娘的床上哭 这不体面 下贱 没出息呀 可是说儿子一顿吧 那自己也有错处 这为什么始终看儿子还是无知无实的小孩子 不知道年头变了 小孩子都是娘胎里坏吗 还算好 他和玛丽没闹出什么笑话来 这要是 哎 他是个外国姑娘 那可怎么好啊 自己呢 也有时候爱温都寡妇的小红鼻子 可是那只是一刻的发狂 谁能真娶她呀 哦 娶个洋媳妇 那对得起谁呀 小孩子想不到这么远 老马看了小马一眼 慢慢地往楼上走 马威跟着出来 站在门口 看着那铁床 忽然又进去了 把床单子 自己的眼泪还湿着 轻轻舒展了一回 低着头出来 把门关好 往楼上走 父亲 马威进了书房 低声地叫 父亲 马老先生答应了一声 差点没落下眼泪来 马威站在父亲的椅子后边 慢慢地说 父亲 你不用不放心我 我和他没有关系 前些日子 我疯了 疯了 现在好了 我上他的屋子去 是为了 表示我最后的决心 我不再理他了 他看不起咱们 没有外国人看得起咱们的 难怪他 从今天起 咱们应该打起精神来做咱们的事 以前的事 我疯了 李子荣要走 咱们拦不住他 以后的事 全靠咱们的了 他答应我 帮咱们的忙 我佩服他 信任他 他的话一定是真的 我前两天得罪了他 我没心得罪他 可是我 我疯了 不过他一点没介意 他真是个好人 父亲 我对不起你 你要是有李子荣那样的儿子 什么事也不用你操心了 嘿嘿 万幸 我没有李子荣那样的儿子 马老先生摇头一笑 父亲 你答应我 咱们一块好好干 咱们得省着点钱花 咱们得早起晚睡 打起精神干 咱们得听李子荣的话 我去找他 问他找着事没有 他已经找着事了呢 那没办法 只好叫他走 他还没找着事呢 咱们留着他 是这样办 是这样办不是 父亲 好好好 马老先生点头说 并没有看马威 只要你知道好歹 只要你不野着心的闹 嘿 什么事都好办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母亲死得早 我就指着你了 你说什么是什么 你去跟李伙计商议 他要是说把房子拆了 咱们邓石就拆 你去把他找来 一块去吃顿中国饭去 我在状元楼等你们 你去吧 给你一磅钱 马老先生把一磅钱的票子 噎在马威的口袋里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 六十四集 马威这几天的心里 像一锅滚开的粥 爱情 孝道 交情 事业 读书 全相互冲突着 感情 自尊 自恨 自怜 全彼此矛盾着 父亲不好 到底是父亲 李子荣太直率了 可是一百成的好人 帮助父亲做事 还有功夫念书吗 低着头念书 事业交给谁管呢 除此以外 还有他 他老在眼前 心上梦里 无处不在 总想忘了他 可是哪里忘得下呀 什么事都容易摆脱 只有爱情 只有爱情在心根上发芽的 他不爱我 管他爱不爱呢 他的笑 他的说话 他的举动 全是叫心里的情颜 生长的甘露 他在哪 你便迷惑颠倒 他在世上 你便不能不去想他 不想他 忘了他 只有铁心人才能办到 马威的心不是铁石 他的白胳膊一颤动 他的心就跟着颤动 然而 非忘了他不可 不敢再爱他 因为他不理咱 不敢恨他 因为他是为叫人爱 而生下来的 嘿 不敢这么着 不愿意那么着 自己的身份在哪呢 年轻的人 一定要有点火气 自尊心 为什么跟着他后边求情 为什么不把自己看重一些 为什么不帮着父亲做事 为什么不学李子荣 嘿 完了 我把眼泪撒在你的被子上了 我求神明保护你 可是我不再看你了 不再想你了 盼望你将来得个好丈夫 快活一辈子 这是 父亲进来了 有一点恨父亲 可是父亲没说什么 我得帮助他 我得明告诉他 告诉了父亲 心里去了一块病 嘿 去找李子荣 也照样告诉他 老李 马威进了铺子就叫 老李 完了 哟 什么完了 李子荣问 嘿 过去是历史了 以后我要自己管着我的命运了 来 咱们拉拉手 老马 你是个好小伙子 来 拉手 李子荣 拖住马威的手 用力握了我 老李 你怎么样 是走呀 还是帮助我们 哦 我已经答应西门爵士 去帮助他 李子荣说 他呀 正在写书呢 一本是他化验 中国瓷器的结果 一本是说明 他所收藏的古物 我的事呢 是帮助他做 这本古物的说明书 因为他不大是中国字 嘿 我是每天早晨去 一点钟走 正合我的事 那我们的买卖怎么办呢 马威问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现在呀 就预备一大批货 到圣诞节前来个大减价 所有的货物全耗上七扣 然后是照顾主就送一本彩印的小说明书 我去给你们办这个印刷的事 你们给我点车钱就行 亚西亚杂志和东方学院的纪刊全登上三个月的广告 至于办货物呢 叫你父亲先请王明川吃顿中国饭 然后我和老王去说 叫他给你们办货 他呀 是你伯父的老朋友 他自己又开股玩铺 又专门办入口货的事情 交给他500磅钱办货 货办了以后呢 就照我的办法来一下 这一下 要是成功你们的事业就算站住了 就是失败 哎 大概不会吧 你看怎么样 你得天天下午在这 早晚去念书 专指着老马先生一个人可不成 等货到了以后啊 我帮你们分类定价码 可是你们得管我午饭怎么样 老李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我们的失败与成功就在此一举了 老李 父亲在状元楼等你吃饭呢 你去不去 不 谢谢 还是那句话 吃一回就想第二回 太贵 吃不起 哎 我说老马 你应当到乡下歇一个礼拜 散散心 好在我还在这几天 你正好走 那上哪好呢 马威问 嘿 地方多了 上车站 去要一份旅行指南来 挑个地方去住一个礼拜 对身体有益 老马 好 你去吃饭吧 替我谢谢老马先生 多吃点啊 李子荣笑了起来 马威一个人出来 李子荣还在那笑呢 从入秋到冬天 这伦敦的热闹事可多了 戏园子全上了拿手好戏 铺子忙完了秋季大减价 紧接着预备圣诞节 有钱的男女到伦敦来听戏 会客 置办圣诞礼物 没钱的男女呢 也有不花钱的事做 看伦敦市长就职游行啊 看皇帝到国会行开会礼啊 小口袋里只要有个先令 当时不是压马 就是赌足球队的胜负 晚报上一大半都是赛马和足球比赛的结果 人们在早上九点钟买一张 看看自己赢了没有 看见自己输了 才撅着嘴去念点骂外国人的新闻 出出恶气 此外 溜冰场 马戏 赛狗会 赛局会 赛猫会 赛腿会 赛车会 一会跟着一会的大赛而特赛 使人们老有的看 老有的说 老有的玩 英国人不会起革命 有的看 说 玩 谁还有功夫讲革命啊 伊太太也忙了起来 忙着为穷人募捐 好叫没饭吃的人到圣诞节也有顿饱饭吃 他头上的乱棉花更乱了 大有不可收拾的趋势 伊牧师也忙得不得了 他天天抱着本小字典念中国书 而且是越念生字越多 保罗的忙法简直不容易形容 在街上能冒着雨站三点钟等着看看黄太子 回到家里站在镜子前面 微微的笑 因为有人说他的鼻子真像黄太子的 黄太子那天在无仙殿宣传替失业工人请求募捐 保罗更时捐出两磅钱来 要不是黄太子说工人很苦啊 他一辈子也想不起这回事来 有的时候他还笑他的妈妈替穷人瞎忙 忙得至于头发都不易收拾 去看足球棍球和骂中国人的电影什么的 是风雨无阻的 凯瑟琳姑娘还是那么安静 可是也忙 忙着念中文 忙着学音乐 忙着办女青年会的事 可是她的头发一点不乱 还是那么的长 在雪白的脖子上轻轻的盖着 温多母女也忙起来了 母亲一天到晚的天楼上楼下的火 已阻使她的小鼻子尖常常戴着一块黑 天是短的 非抓着空上街买东西不可 而且买的东西很多 因为早早买下圣诞应用的和送礼的东西 可以省一点钱 再说呢 圣诞节饼一个月以前就得做好了 玛丽的眼睛简直忙不过来了 街上的铺子没有一尖不点缀着一百成的花上 看什么什么好看 每个礼拜她省下两个仙令 经十五六点钟的研究 买件又贱又好又美的小东西 买回来偷偷藏在自己的小匣子里 等到圣诞节送礼 况且自己到圣诞节还要买顶新帽子 这可真不容易办了 拿着小账本日夜的计算 怎么也筹不出这笔钱来 偷偷的花了一个仙令压了个马 希望能赢点 恰巧她压的马半路折了个毛跟头 一个仙令丢了 哼 越是没钱越输钱 非把钱取消了才能解决帽子的问题 她一生气 几乎要信社会主义了 伦敦的天气也忙了起来 不是刮风就是下雨 不是刮风下雨便是下雾 有的时候一高兴 又下雨又下雾 伦敦的雾真有意思 光说颜色吧 就能同时有几种 有的地方是浅灰的 在几丈之内还能看见东西 有的地方是深灰的 白天和夜里半点分别也没有 有的地方是灰黄的 好像是伦敦全城 全烧着冒黄烟的湿木头 有的地方是红黄的 雾要到了红黄的程度 人们是不用打算看见东西了 这种红黄色站在屋里 隔着玻璃看才能看得出来 若是在雾里走啊 你的前边是深灰的 抬起头来 找有灯光的地方看 才能看出微微的黄色 这种雾不是一片一片的 是整个的 除了你自己的身体 其余的全是雾 你走 雾也跟着走 什么也看不见 谁也看不见你 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哪 只有极强的气灯 在空中飘着一点亮 只有你自己觉得嘴前边 呼出点热气 其余的全在一种猜测 疑惑的状态中 大汽车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爬 只叫你听见喇叭的声 若是连喇叭都听不见 你要害怕了 世界已经叫雾给闷死了吧 你觉出来你的左右前后 似乎全是东西 只有你不敢放胆地 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动一动 你前边的东西 也许是个马 也许是个车 也许是棵树 除非你用手摸着它 你是不会知道的 马老先生是伦敦的第一个闲人 下雨不出门 刮风不出门 下午也不出门 叼着小烟带 把火添得红而亮 隔着玻璃窗子 细细扎磨着雨 雾 风的美 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出美来 而且美的表象是活的 是由个人心中 审美力放射出来的 情与景的联合 烟雨归周了 踏雪寻霉了 烟雨与雪之中 总有个含笑的瘦老头 这个瘦老头 便是中国人的美神 这个美神不是住在天宫的 而是住在个人心中的 所以 马老先生不知不觉地便微笑了 汽车由雨丝里穿过去 美 姑娘的雨伞被风吹得歪歪着 美 一串灯光在雾里飘飘着 好像几个秋叶的荧光 美 她叼着小烟带 看了一会儿外边 看了一会儿屋中的火苗 把一切的烦闷苦恼全忘了 她只想一件东西 酒 来她半斤老正兴 唉 她自己叨叨着 伦敦买不到老正兴 还是回国呀 老马始终忘不了回国 回到人人可以赏识 踏雪寻梅和烟雨归舟的地方去 中国人忘不了美和中国 能把这两样充分地发达一下 中国的将来还能产生个黄金时代 把科学的利用和美调和一下 把不忘祖国的思想 用清明的政治发展出来 中国大有希望啊 可惜老马 中国人的一个代表 只是糊里糊涂的 有点审美的天性 而缺少常识 可惜老马 只想回国 而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 可惜老马只想做官 而不知道做官的责任 可惜老马爱儿子 而不懂怎么教育他 可惜呀 快到圣诞节了 马老先生也稍微忙起来一点 听说英国人到圣诞节彼此送礼 他喜欢了 可有机会套套交情了 哎哟 一家大小四口 温都母女 亚历山大 自然是要送礼的 连李子荣也不能忘下呀 俗气那小子 给他点俗气的礼物 你看 对 给他双鞋 俗气的人呢 喜欢有用的东西 还有谁呢 状元楼的掌柜的 华盛顿 对 非给华盛顿买点东西不可 咱醉了的那天 他把咱抬到汽车上了 汽车 那小子买了辆摩托自行车 早晚是摔死 哎 怎么能够揍人家呢 可是摩托自行车大有危险 希望他别摔死 可是真摔死了 咱也管不着啊 老马撇着小胡子嘴笑了 几个了 马先生曲着手指头算 四个加三个 七个 加上李子荣 状元楼掌柜的 华盛顿 十个 还有谁呢 对了 王明川 人家给咱办货 咱还不送人点东西 十一个 暂时就十一个吧 等想起来再说 这给温都太太买个帽子 马老先生不嘟囔了 闭上眼睛 开始琢磨 这什么样的帽子 能把温都太太 抬举得更好看一点呢 想了半天 只想到她的小鼻子尖 小黄眼珠 小长脸 这怎么也想不起 什么样的帽子 才能把她的小长脸 衬得不那么长了 想不起来了 算了 到时候再说吧 哎哟 对了 还有拿破仑呢 马老先生 对拿破仑 十分敬仰 哎哟 这倒难道了 你说给狗买什么礼物呢 说真的 还真没给狗买过礼物呢 啊哈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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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老先生一高兴 把刚装的一袋烟 全磕在炉子里了 对 弄点花纸 包上七个仙令 六个便士 用点绒绳一记 交给温都太太 嘿那天听说啊 新年后 他得给拿破仑买年证 七个六一张 咱给他买 瞅瞅 这个主意妙不妙啊 一个小狗 一年上七个六的捐 嘿管他养鬼子的事呢 反正咱给他买 他 他一定 对 他喜欢极了 居然想出这么高明的主意来 真 真是不容易 快到吃饭的时候了 外边的雾还是很大 有心到铺子去看看 又怕叫汽车给压死 有心请温都太太给做饭 又根本不想吃凉牛肉 况且在最近的一个月内 简直不敢上铺子去 自从李子荣出主意 预备圣诞大减价 这马威和李子荣 忙得手脚朝天 可是不许老马动手 有一天 马老先生想往家拿个小瓶 为插花用 李子荣一身眉眼眼 硬把小瓶从马老手里夺了过去 而且马威板着脸说了父亲一顿 又有一回 老马看马威和李子荣全出去了 把玻璃窗上的红的绿的单子全接下来 因为看着俗气 结果呢 又被马威偷偷地数了一顿 没法子 自己的儿子不向着自己 还有什么法子呢 谁叫上鬼子国来了呢 在鬼子国 没地方去告忤逆不孝 忍着吧 哎 可是啊 马威是要强 是为了挣钱 要是要强吧 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留啊 我是你爸爸 你得知道啊 好小子 马威 要强 老马先生点头自己赞叹 可是要强 只管要强 别忘了我是你爸爸呀 窗外的大雾 是由灰而深灰 而黄而红 对面的房子 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处处点着灯 可是处处的灯光 是四明四灭的 叫人的心里惊疑不定 街上卖煤的 干苦的吆喝 他们的声音 好像是在窗外呢 他们的身子和煤车 可好像在另一世界呢 哎 算了吧 马老先生又坐在火旁 上铺子去也是挨说 老老实实的在这忍着吧 马老先生是伦敦第一个清闲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 评论 分享哦 无论是伟人 小人 只要有极强的意志往前干 他便可以做出点事业来 事业的大小虽然不同 可是那股坚强的心力 与成功是一样的 全是可佩服的 最可耻的事儿 是光摇旗呐喊不干真事儿 只有意志不坚强的人 只有没主张而喜虚荣的人 才去做摇旗呐喊的事儿 这种事儿不但没有成功的可能 不但不足以使人佩服 简直连叫人一笑的价值都没有 可有在中国的外国人 有大炮 飞机 科学 知识 财力的养鬼子 看着那些摇旗旗 喊正义 征会长 不念书的学生们笑 笑 不值得一笑 你们越不念书越好 越多摇旗旗越好 你们不念书 养鬼子的知识 便永远比你们高 你们的旗旗 无论如何 也打不过老鬼的大炮 你们若是用小炮 和鬼子的大炮碰一碰 老鬼子也许笑一笑 你们光是握着个小杆 杆上胡着张红纸 拿这张红纸来和大炮碰 老鬼子要笑一笑才怪呢 真正爱国的人不这么干 爱情是何等厉害的东西 性命财产都可以牺牲 为一个女人牺牲了 然而 就是爱情也可以用坚强的意志胜过去 生命是复杂的 是多方面的 除了爱情 还有意志 责任 事业 有福气的人 可以由爱情的满足 而达到他的意志 履行他的责任 成全他的事业 没福气的人 只好承认自己的厄运 回过头来 看看自己的志愿 责任 事业 爱情是神圣的 不错 意志 责任 事业 也是神圣的 因为不能亲一个樱桃小口 而把神圣的志愿 责任 事业 全抛弃了 把金字座的生命 虚致了 这个人是小说中的英雄 而是社会上的罪人 实在的社会和小说是两件事 把纸旗子放下 去读书 去做事 和把失恋的爱好止住 看看自己的志愿 责任 事业 是当今中国 破碎的中国 破碎还可爱的中国的青年的两副好药 马威在中国的时候 也曾打过纸旗 随着人家呐喊 现在他看出来了 英国的强盛 多半是因为英国人不呐喊 而是低着头死干 英国人是最爱自由的 可是奇怪 大学里的学生 对于学校简直的没有发言权 英国人是爱自由的 可是奇怪 到处是有秩序的 几百万工人 一起罢工 会没放一枪 没死一个人 秩序和训练 是强国的秘宝 马威看出来了 他心里头忘不了玛丽 可是他也看出来了 他要为他颓丧 他们父子 就非饿死不可 对于他的祖国 是丝毫责任不能尽的 马威不是个傻子 他是个新青年 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 这个责任比什么都重要 为老中国丧了命 比为一个美女死了 要高上千万倍 为爱情牺牲 只是在施料上增加一朵小花 为国家死 是在中国史上天上极光明的一夜 马威明白了这个 他的方法很简单 以身体的劳动 抵制精神的抑郁 早晨起来 先到公园去跑一个圈 有时候也摇半点来钟的船 这头一天摇的时候 差点把自己扣在船底下 瓜风也出去跑 下雨也出去跑 跑过两三个礼拜 脸上已经有点红光了 跑回来用凉水洗个澡 把周身上下擦了个通红 泼向鱼垫里的新鲜大海下 洗完澡下来吃早饭 玛丽看她 她也看玛丽 玛丽说话 她也笑着对答 她知道玛丽美 拿她当个美的小布人 她心里这么说 哼 你看不起我呀 我还看不起你 你长得美呀 我要光荣责任 美与光荣责任 很难在天皮上撑一撑的 哈哈 玛丽看着她的脸红润润的 腕上的筋骨也一天比一天粗壮 眼睛分外的亮 倒故意的搭讪着向她套画 因为外国女人爱粗壮的小伙子 玛丽故意的跳动 吃完早饭 一跳三层楼上楼去念书 在街上遇见她 只把手一扬 一阵风似的走下去 哈哈 有意思 我算出了口气 马威自己说 能在世事看出可笑的地方 生命就有趣多了 念完一两点钟的书 马威出门就跑 一直跑到铺子去 把李子荣出的主意 一一地实行出来 货物在圣诞节前一个月 到达了伦敦 她和李子荣拼命地干 电缀门面定价码印说明书 整整一天准干七点钟 王明川给办的货物 并不完全是古玩 中国的刺绣啊 中国的玩意儿啊 中国旧绣花的衣裳啊 全有 于是 愿意给亲友们一点中国东西的老太婆们 也知道了马家铺子 今天买个小荷包 明天买个旧团扇 有的时候 因为买了这些零碎 也顺带手买点贵重的东西 货物刚清理好 李子荣就把老西门爵士运来 叫他捡好的挑 西门爵士歪着头 整整跟这两个小伙子转了半天 除了自己要买的瓷器 还买了一件二十五磅钱的老中国绣花裙子 是为了到圣诞节送给他夫人 这半天就卖了一百五十多磅钱 哎呀 行了老马 李子荣挠着头发说 行了老李 马威也笑得说不出别的来 两个人又商议了半天 怎么叫行人看见他们的铺子 李子荣主张在胡同口安个电灯 一鸣一灭地射出 买中国古丸和送中国东西 红光和绿光一前一后地交替着 少年人做事快 商量好到第三天就安装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 就是八集 马家铺子在马威和李子荣的努力下 小有了点名气 他们这么一忙 隔壁那间古丸铺的掌柜的 有点发毛了 他向来知道 老马是个不懂行的行货 静等着老马宣告歇业 他好把马家铺子吸收过来 现在一看 这两个年轻人弄得挺火智 他决定非下手不可了 这要等马家铺子完全站住脚了 可就不好办了 他光着秃脑袋捧着大肚子 偷偷地把李子荣约出去吃了顿饭 透了点口话 李子荣笑着告诉他 嘿嘿你好好地去买瓶生发水 先把头发长出来再说 那个老掌柜的摸着秃脑袋笑开了 也没再说什么 马老先生来过好几次 假装是给他们帮忙 其实啊 专为给温都太太拿一两个灵巧的小玩意儿 他在屋里扯着四方不转呢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摸摸这个又挪挪那个 偷眼看马威一眼 嘿那马威的大眼睛正盯着他呢 他轻轻地咳嗽两声 把手塞到裤袋里 又扯着四方不转开了 等有买主进来的时候 他深深给人家鞠躬 鞠完了躬 本想上前做一号买卖 显显自己的本领 可是哪里知道 刚直挤腰来 马威早已把主顾领过去了 嘿要强 这小子真成 可是别忘了 我是你爸爸呀 马老先生自己叨叨着 圣诞的前几天 买卖特别的忙 所卖的东西 十有八九得包好了 给买主送去 马威和李子荣 有时候打包裹 打到夜里十点钟 有的送邮局 有的交系的东西 还得自己送去 于是李子荣自告奋勇 到车铺拎了辆破自行车 拼命飞跑各处送东西 这马老先生一见 李子荣骑着破车 在汽车群里挤 便闭上眼睛 替他祷告上帝 马老先生对马威说 你呀告诉李子荣 别那么飞跑啊 那是闹着玩的呢 在汽车缝里挤出来挤进去 嘿别跟华盛顿学 他早晚是摔死 马威把父亲的善意 告诉了李子荣 李子荣笑开了 哈哈谢谢老马先生的好心 不用紧 我已经买保险了 多赞咱摔死了 多赞保险公司 赔我母亲五十磅钱 嘿我告诉你老马 有两个大汽车中间挤过去啊 顶痛快的事 要不是车上背着鼓丸 我跑得更快呢 嘿昨天晚上和一群汽车的男女赛开了 我眼瞧着那眉毛啊 和一辆汽车的后背挨上了 嘿你猜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哪股劲 把车弄起来了 车轮子和汽车挨了个亲嘴 我呀 扑通就跳下来了 那群男女扯着脖子叫了三个好 干吧 没错 马威把这话告诉了父亲 马老先生没说什么 点着头叹息了两声 马老先生看马威这么忙 有一天晚上早早吃完晚饭 又回铺子来了 马老先生进门就说 马威啊我非干点什么不可 我不会做生意 难道我还不会包包吗 我非帮你们干不可 说着把烟荷包烟袋放在桌子上 拿起几张纸来说 给我些容易包的东西 马威给父亲些东西 马老先生把烟袋插在嘴里 鼻子耸耸着点 看看纸的大小又端向东西的形状 包了半天 怎么也包不整齐 偷偷看李子荣一眼 李子荣已包好了好几个 包的是又齐又好看 其实李子荣只是一手按着东西 一手好像在纸上一切 哼也不知怎么的 那纸就听他的话 一切正好平平整整的裹在东西上 马老先生也用手一切 忙着用绳捆 怪事儿 绳子截了个大哥的 直角全在外边团团着 好像依太太的头发 这瓦江讲话 奇不奇异一把泥 就是他呀 马老先生好歹包了一包 双手捧着颠了一颠 又看了他们一眼 他们都偷偷的笑呢 嘿 你们不用笑 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就明白了 你们年轻力壮的 手脚那么灵便 我呀 老人啦 说完了 双手捧着包转了个圈 不知放在哪儿好 李子荣赶过来接过去 叫马威贴签子写名字 马威接过去顺手放在旁边了 哎哟 我的烟荷包呢 马老先生问 没看见呀 在纸底下也许 他们俩不约而同的说 马老先生把纸一张一张的撕开 没有荷包 你们不用管 我自个儿找 丢烟荷包常有的事 屋子里到处找找不着 这奇怪呀 越忙越出事 真的 一眼看见他刚包好的包了 一身没盐 把包打开 把烟荷包拿出来 哎 马威啊 我回家了 你们也别太晚了啊 他刚一出门 李子荣跳得多高 笑得都不是声了 马威笑得也把墨水瓶碰倒了 哈哈 我告诉你老李 我给父亲的那点东西是没用的 谁也没买过 我准知道老头包不好 要不然啊 怎么把它放到一边 不往上贴签子呢 哈哈 买东西 去 白柔 哈哈 烟荷包 去 哈哈哈哈 两个年轻人 直笑了一刻钟 或者还许多一点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 评论 分享哦 圣诞节的前一天 伦敦热闹极了 男女老少好像一个没剩 全上了街了 市场的东西好像是白蛇 大嘟了小串的 背着抱着 街上除了巡警 简直看不见一个空手走道的 汽车和电车公司 把车全放出来了 就是这么着 老太太们还是挤不上车去 而且往往把宽里的东西 都挤滚了一街 邮差们全不用口袋了 令顾闲人推着小车 挨尖送包裹 在伦敦住的人 有把节礼送出去 坐汽车到乡下去过节 乡下的人同时坐汽车 上伦敦玩几天 所以往乡下去的大道上 汽车也都挤满了 天阴得很沉 东风也挺凉 可是没有人觉出 天是阴着 风是很凉 街上的铺子 全都安装上了五彩电灯 把货物照得真是五光十色 都放着一股快活的光彩 处处悬着圣诞老人 戴着大红风帽 抱着装满礼物的百宝囊 人们只顾着看东西了 忘了天色的黑暗 在人群里一挤便是一身热汗 谁也没功夫说 风很凉啊 人们把什么都忘了 政治 社会 官司 苦恼 意见 都忘了 人们全忽然的变成了小孩子了 个个想给朋友点新东西 同时想得到点好玩意儿 人人看着分外的宽宏大量 人人看着完全的无忧无虑 只想着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有了富裕还给穷人一点 这天晚上真好像有个救世主要降生了 天下要四海兄弟的太平了 直到半夜 铺子才关门 直到天亮 汽车 电车还在街上跑 车上还是挤满了人 胡同里和大街上一样的亮 家家点缀着圣诞树 至不计也挂起几个小彩球 穷孩子们唱着圣诞的古歌 挨门要钱 富家的小孩半夜还没睡 等着圣诞老人来送好东西 贫富是不同的 可是在今天都可以白得一点东西 把他们的小心喜欢得像刚降式的耶稣 教堂的钟声和歌声彻夜在空中萦绕着 较没有宗教思想的人们 也发生一种庄严而美的情感 这马老先生在十天以前 便把节礼全买好送出去 因为买了存着 心里痒痒的横 只有给温都母女的还在书房里搁着 温都太太告诉她 非到圣诞节不准拿出来 把礼物送出去以后 天天盼着人家的回礼 优差一拍门 她和拿破仑便争着往外跑 到圣诞节的前两天 礼物全都回来了 依牧师给了她一本圣经 依太太呢 给了一本圣诗 依姑娘一打手绢 可这依少爷光是一张贺杰片 虽然老马给保罗一小旅送烟 本来普通的英国人送礼是一来一往的 保罗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所以故意的不还礼 老马本想把圣经圣诗和保罗的贺年片全送回去 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嗨 看着依姑娘的面子 也别这么办呀 这几天她简直没到铺子去 因为那里没她下手的地方 照顾主来了 她只会给人家开门鞠躬送出去 虽然好几个老太婆都说 哦 看那个老头多么规矩 多么和气啊 可是老马的意思不是这么着 哎哟 你当是做掌柜的光给人家开门吗 她自己唠叨着 我知道你成 可你别忘了 我是你爸爸呀 叫爸爸给人家开门鞠躬 赌气不上铺子去了 她自己闲着在街上溜达 看着男女老少都那么忙 心里有点难过 哎哟 我要是在中国多好啊 过年的时候咱也这么忙 在外国过节 无论人家多么欢喜 咱也不觉得快活来呀 盼着发财吧 发了财回国去过年 越看人家忙 心里越想家 越想家 人家越踩她的脚 哎 回去吧 回去看看温都太太 帮帮她的忙 她慢条四里的回了家 温都太太正忙着小脚烟朝天 脑筋蹦着 小鼻子尖通红 打地毯擦桌子 自颅口制门环 凡是有铜器的地方全见解游 各屋的画上也全悬上一枝东青叶 单满了一把菊花 供在丈夫的相片前边 客厅的灯上还挂着两只白香丝豆 因为没有小孩子 不用预备圣诞树 可是七八间屋子里 全多少点缀了起来 有的地方是一串彩球 有的地方是两对小纸灯 里里外外看着都有点喜气 厨房里灶台上 蒸着圣诞波 烙着果馅点心 不时的还得看一眼 于是她楼上楼下 像小燕子似的乱飞 飞了一天 到晚上还要写贺杰片 打点礼物 简直闹得往鼻子尖上 铺粉的功夫都没有了 温都姑娘因为铺子里忙节 是早走晚回来 一点不能帮母亲的忙 拿破仑是楼上楼下的乱跑 看着彩灯叫唤几声 看着小灯楼又叫唤几声 趁着主母在别处的时候 还在厨房里去偷一两个 包好的核桃吃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 温都太太 马先生进门便叫 温都太太 我来给你帮忙好不好 哦 马先生谢谢你 温都寡妇擦着小红鼻子说 你先把拿破仑带出去玩一会儿吧 他竟在这儿跟我捣乱 好了 温都 温都太太 拿破仑这儿来 拉着小狗出去转了个圈 好在小孩子们没跟他捣乱 因为他们都疯着心过节 没工夫起哄 把小狗拉回来 正走到门口 亚压利山大来了 他抱着好些东西 一包一包的只顶到他的大红鼻子 他老远边喊 老马 老马 把顶到头的这包拿下来 那是你的礼物 马先生把包拿下来 拿破仑也凑过来 闻了闻亚历山大的大脚 老马 谢谢你的礼物 亚历山大嚷着 怎么着 你上我那里过节好不好 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一回 马老先生笑着说 嘿嘿 谢谢 谢谢 我过节再去行不行 我已经答应温都太太 在家里凑热闹 哈哈 亚历山大往前走了两步 低着身 俩眼挤过着 老马 看上小寡妇了 有你的 有你的 好 就这么办 圣诞节后两天 在我家等你 准来 再见 哎 别忙 把从底下数第四个包抽出来 交给温都太太 替我给她道喜 再见了 老马 马老先生把包拿出来 亚历山大端着其余的包 开路鬼似的走下去了 温都太太 马老先生又是一进门就叫 哈喽 温都太太在楼上扯着小尖嗓子喊 哈哈 我回来了 还给你带回点礼物来 温都太太一溜烟似的从楼上跑下来 他把包接过去 哦 亚历山大给我的 我没有东西给他可怎么好 嘿嘿 不要紧 我这儿还有一盒旅送烟 包上送给他好了 马老先生的笑预讨着他的小红鼻子 那当然好了 你多少钱买的 我赵树给你钱 哎哟 别提钱 马老先生还是看他的小红鼻子尖说 嘿嘿 别提钱 大截下的 一盒旅送烟过得着 咱们过得多是不是 温都太太笑着点了点头 老马把狗解开 上楼去拿那闲烟 圣诞的前一天 马威和李子荣忙到午后四点就忙完了 马威笑着说 嘿嘿 老李 上门哪 咱们玩玩去 嘿 好 关门 李子荣笑着回答 那门口的电灯也碾下去吧 碾下去 留着胡同口的那个灯 嘿 老李 我得送你点东西 你要什么 马老先生已经给了我一双鞋了 别再送了 哎哟 那是我父亲的 我还非给你点东西不可 你替我受了这么大的累 我告诉你 老马 李子荣笑着说 咱们可不兴闹客套 我帮助你 你天天可管我饭了呢 嘿 无论怎么说 非送你点东西不可 你要什么 马威问 李子荣挠了半天头发 没言语 说话呀 老李 马威盯着问 这 你要非送我李不可 给我买个表吧 李子荣说着 从口袋里把他的破表掏出来 放到耳朵边摇了一摇 嘿 你看这个表 一高兴一天快两点钟 一不高兴一天慢两点钟 还外带着只有短支 没有长支 好了 你花几个仙令 给我买个新的吧 几个仙令 老李 马威睁大着眼睛说 要买就买个好的 不用捣乱 咱们一块去 走啊 嘿 别忙 我先得把那辆破车送回去 嘿 咱们一块走 你骑上 我在后边站着 两个人上了车 呼呼悠悠地跑到车行 送了车 清了账 出了车行 马威用力扯着李子荣 恐怕他抽空跑了 两个人走一会儿 站一会儿 走着也辩论 站着也辩论 马威主张到节前送礼 是应当的 李子荣说 送礼不应当花太多钱 马威说买东西 就得要买好的 李子荣说 他的破表已经戴了三年 实在没买好表的必要 马威越是着急 眼睛瞪得越大 李子荣越是着急 脸上越红 两个人从圣保罗教堂 穿过剑脉街 到了贾陵十字街 由这里又穿过皮开得利 到了瑞珍大街 建了钟表铺 马威便要进去 李子荣扯着马威就跑 我说老李 你这么着就不对了 马威有点着急了 你答应我 买不过十个先令一个的表 不然我不让你进去 李子荣也有点真急了 那好吧 马威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 在一家极大的钟表铺 买了一只十个先令的表 马威的脸羞的通红 李子荣一点不觉和 把表放在口袋里 挺着腰板 像兵马大元帅似的 走了出来 老马 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在铺子外边 李子荣拉着马威的手不放 连三并四的说 谢谢你 我可不给你买东西了 我可不给你买东西了 马威几乎落下泪来 没说什么 只是用手握了握李子荣的手 哎 老马 你把铺子的钱 都送到银行去了吗 哦 都送去了 老李 你明天上哪去玩啊 我 李子荣摇了摇头 那你明天找我来好不好 哎呦 明天汽车电车都开半天 出来不方便呀 哦 那么这吧 你后天来 咱们一块去听戏 忙了一个节 难道还不玩一天 好嘞 后天见吧 谢谢你老马 李子荣又和马威拉了回手 赶火车似的 向人群中跑去了 马威看着李子荣 直到看不见他了 才慢慢的低着头回家了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 评论 分享哦 两步 year 全 有